销量跌得跟我想象的一样惨 三月份的新房价格 二手房价格和百强房企销量都出炉了 一个月前我就说了 今年的楼市小阳春销量 肯定不会太好 科尔瑞地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三月份百强房企实现了 3583.2亿元的销售操盘金额 比起二月份 那是蹭蹭涨了92.8% 这个增长势头可是够猛的 不过你得明白 因为二月份碰上了春节淡季 基数本来就低 所以三月份看起来 自然像是翻了一倍波 可话又说回来 跟去年同一时间比 这销量情况可就不那么乐观了 同比下降的45.8% 简直就是拦腰一减 这就意味着 今年三月的卖房成绩 基本上就是去年这时候的一半而已 而且这数字还处在历史低位 可见今年这所谓的楼市小阳春 弄得人只打哆嗦 更有意思的是 这么的对比 想当初2021年那个风光无限的时候 百强房企们三月份 可是狂买了10810亿元的销售额 现在呢 才3583亿元 那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简直是直接同大腿跟 咔嚓一刀只剩了的零头 另外告诉你的更扎心的事 今年头三个月加一块算 这些房企总销售额同比减少了47.5% 所以说啊 2024年一季度 这楼市真是寒气逼人 开门就遇了 照这样走势 要说到今年全年房地产销售额 怕是能不能保住10万亿只的大关都神得很 胆直就像是准备硬生生摔个跟头 因此 二季度房地产界绝对得出大招 小修小补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得来点硬核动作 你们懂的 我说的大招 无非就是那些刺激市场的重量级举措 否则这下行趋势 可不容易杀住车 楼市 总喜欢变质法 玩限购限售的把戏 老是在这两手牌上反复切换 那些紧跟一线城市步伐 坚持限购政策的二线城市 也在绞尽脑汁琢磨新玩法 而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呢 限购限售的各种招数 都耍得差不多了 现在他们正琢磨着 从财政手段上找新鲜胆 什么降利息 发购防红包 推动就防换新房 放宽户口迁移条件 各种花样层出不穷 最近不少地方 都纷纷加入这场财政优惠大联欢 比如青岛 南昌 淡州 潮汕等地 从4月1日起 不再限定手套房商业贷款利率 看样子 今年房贷利率还得一路往下 山东日照 更是直接送大礼 买房就能拿到总价20%的现金返还 相当于顶礼打了八折 再看郑州那边 2024年 更是定了的小目标 要完成一万套二手房 卖就买新 以就换新的交易 专门解决改善型住房的需求 所以 如果你正琢磨着上半年买房 淡定些 防疫波波的宽松政策和补贴措施 在路上等你简陋 记住了 被人们吹捧为重大利好的政策 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 不利你赶紧买房 政策越多 对于你来说 机会越大 就算有些政策不是直接帮你省下购房款 但它能帮你减少迈入门槛的难度 门槛低了 购房成本自然而然也就跟着降下来了 至于三月份房价嘛 二手房市场一片绿 环比同比都在跌 反倒是新房这边有点意思 愣是往上翘了翘头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三月份百城新建住宅的平均价格 达到了16311元每平 环比微增了0.27% 同比也稍微涨了0.82% 有人一看这数字 心里就乐开了花 以为楼市小阳春来了 或者说是触底后 正在强势复苏 但实行也没有那么简单 咱得理智分析一下 首先 咱得明智一点 新房价格蹭蹭往上涨 并不等于楼市 就真的全面回暖了 实际上 三月份的房子销量 同比到了接近一半 这么大幅度的缩水 硬要说市场回暖 那可就有点牵强了 那么 问题来了 既然市场热度没上去 为啥新房价还能实时飘红吗 答案就在于 买扇型住房的比例在增大 比如说上海 三月份新房均价还比涨幅 到达1.09% 稳居全国首位 这背后的门道是这样的 自打2022年开始 土地拍卖市场一度预冷 开发商们都开始缩紧裤腰带 集中火力抢供 一二线城市的地款 地方为了让土地顺利成交 不得不拿出主城区 或者黄金地段的好地皮 来吸引开发企业 这样一来 市中心的房子供应增加了 而远郊的房子供应相应减少 供求关系再致起了微妙的变化 总结一下 就是在城市中心房源增多 郊区房源减少这种有的增 有的减的动态调整下 整个城市的房价就被整体拔高了 这就解释了新房价格上升的现象 但并不代表楼市的整体形势 有不满乐观 现在的房价走势 实际上只是市场结构 在进行一些微小的调整 并不意味着市场真的回满了 对想要买房的人来说 现在主城区的房子选择更多样 价格也没以前那么高不可攀了 但是尽管新房供应结构变了模样 二手房价却一直在跌 这让新房的价值也受到不小的压力 总的来看 今春这楼市的小阳春 有点名不符实 冷冷清清的开头 预示着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连串政策出来救场 这些政策归根结底 是为了稳住成交量 至于那些贵的离谱的房价嘛 估计一时半会还翻不了身 当然 也不是全然悲观 也有好消息 就像三月份刚揭晓的那个 PMI指数 村风涨到了50.8% 这可是远远超出大火的预期 环比增速 还达到了1.7个百分点 熬过了连续五个月的尾米期 PMI终于是重回扩张区间 而且刷新了近一年来的最高级物 这对于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大盘来说 无一式的喜讯 也是提振信心的一大亮点 不过呢 咱也不能盲目乐观 毕竟这才刚开始 得多观察几月 看看稳定性 眼下大家普遍觉得 经济状况不太理想 工作机会也没见明显增多 要是房价还能再降降温 加上关键政府的扶持 和经济真正回暖的助力 房地产市场也许能触碰到谷底 不过要注意 触底不代表马上反弹 到时候还要看大伙的信心 恢复咋样 特别是口袋里的钱 是不是足够给力 支持房价回升